maybe I've been going nowhere lady 嗨 大家好 我是May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都知道平板支撐是鍛鍊腹肌 以及增加核心穩定度的優秀動作 今天要帶來一組也是在家裡就可以完成的 8分鐘平板核心挑戰 會集結各種平板的變化型動作 那中間也是幾乎沒有休息的哦 那如果你準備好的話就跟著我一起來挑戰吧 GO 這組8分鐘的平板挑戰總共會有3個組合 第一個動作先要來到我們的瑜伽墊上 兩手撐地 我們做的是海豚平板以及蜘蛛平板的變化動作 兩手一推屁股抬高 接著將一腳抬起 往同邊的手肘靠緊 稍微停留核心發力 動作過程中慢 啟動我們的核心肌群 排成十分之重 對 最後五秒了 非常好 接下來三十秒的登山者衝刺 沉地的兩手會開始感覺到酸 不要停下來 衝刺啊各位 最後十秒加速 加油 腹部持續的發力 三二一 很好 來我們不休息 做平板的轉體 一邊四下之後 接著換另外一邊 將我們的身體轉向 接著屈膝 你會感覺到側腹 以及手臂都相當的有感 最後三二一 第一個組合的最後一個動作 平板的前後一 軸撐的平板支撐 兩腳一墊 重心前後的移動 減持下去 最後五秒了 三二一 非常的棒 已經來到今天訓練的三十趴囉 不要在這個時候放棄啊 你可以稍微的喘口氣 下一個動作 我們先站在瑜伽墊的一邊 兩手爬到平板支撐的位置 接著抬腳 抬腳停留一下 接著換腳 再慢慢地爬回站姿 再慢慢地爬回站姿 接著不休息 來到捧膝的捲膚平板 將你的手與對邊腳 同時地抬起 快速地碰一下膝蓋 接著回到平板支撐的位置 你的身體會有一點不穩是正常的 挑戰自己堅持下去 最後五秒 好 熊式平板以及碰肩的組合 兩腳先伸直 接著屈膝 再接兩個shoulder tap 最後五 四 三 二 一 很好 好 側平板的延伸 將一腳往側地延伸出去 上方的手同時地打開 吐氣 這個動作做完之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非常的棒 一樣休息三十秒的時間 你可以快速地喝個水喘口氣 接下來給我一個側平板支撐的預備動作 倒數三秒之後開始囉 側平板抬臀 先讓我們的屁股下沉 接著用腰部的力量 將我們的身體抬起 下方支撐的手會感覺到有點痠 是正常的 核心與手臂持續地處理 最後三 二 一 停留在高點 側平板支撐的停留三十秒 相信自己可以達成 十 持續堅持到最後一刻 永不放棄 加油 只剩下五秒 四 三 二 一 不要忘記還有另外一邊 側平板抬臀開始 讓你的屁股緩緩地下降 接著用側腹的力量抬起至高點 倒數五秒 四 三 二 一 我們不停歇 停留在最高點三十秒的時間 相信自己可以達成 最後十秒了 三 二 一 非常棒 倒數第二個動作 登山者的停留 兩手撐地 一腳往前的抬起 接著 停在半空中三秒的時間 換腳 一 二 三 換腳 很好 很好 重複這個動作 倒數三 二 一 最後一個動作 平板地開合跳 接著往前 先往外地打開 接著往前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最後五 四 三 二 一 恭喜你完成今天的訓練 今天的你非常的棒喔 大家有沒有感覺到 短短的八分鐘 上肢跟核心 完全的炸裂出來了 超累 剛剛撐在那邊的時候 不僅啊 你鍛鍊的是你的核心肌群 其實上肢也是非常的有感的喔 那如果你有挑戰完成的話 麻煩在下面留言打卡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